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他的说法,要硬脱欧,那你不信任动议,那就死了,任他了 我做了两个月,但是要硬脱欧 他说得这么硬,当然他说得这么硬是吸引了很多脱欧票 所以他们在政治前途上是十分之好,因为拿到脱欧票 如果他最后真是很快下台,可能保守党再选过首相,都是他 再选过那个领袖,都不是,你不信任动议都是推倒了政府 他仍然是那个党的领袖不变,他随时可以东山再起 那你也在这个形势搞到乱七八糟,要工党上台去面对,工党也不知怎样 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形势,值得说 我特意摆个头说少点,第二件事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人民币破七了 这一集我主要想说人民币破七的问题 其实我想这样 我曾经因为破七这个问题 骂沈阵营这个扑街陷家产行奸 我要详细地说,我用了多少个字? 扑街陷家产行奸 五个字,再加一个名字,八个字 完整地说八个字 沈阵营,扑街陷家产行奸 OK 沈阵营呢,沈大师 他在美元,强美元的时代 他说人民币会破七 现在破了,所以他不是汉奸 他只是依书食说 我扑你个街啦 你在强美元的时代 就是去年11月或者一些重要时刻 你说 哎呀 人民币在死啊,穿啊 你制造了市场的恐慌 你造就了美元的强势 但是这次呢 人民币这个破七 是令到美国股市暴舍 其实你明不明白为什么会美国股市暴舍 他主要原因就是说 中国 是看到你 美国佬 要玩弱美元 你玩弱美元,我和你斗弱 明不明白 现在是去到美国佬 哇 这个减息周期只是很短而已 几次而已 现在问题,他这样说了就不是这样了嘛 现在看这个形势就是 他要减下去嘛 而且他说减息之后 一天,特朗普就说要打贸易战 就是白兰克 不是,sorry 鲍威尔 根本知道特朗普 要和中国死拼的了 也都说,如果谈不通的 有得去中国和美国Decoupling 明不明白 就是说Decoupling 就是说 本来是一对couple 夫妻那样 不知道谁攻谁 其实可以说美国强些 就是美国攻 中国是攻的 差点是这么说 以前中国弱系就是这样的 但现在说 美国和中国要离分 就是经济上 进入新冷战 未进入 但是如果你这样打关税 将来是会进入的 逐步会进入中美的冷战 那中国就不做你老婆了 自己做回男人 和你争霸 和你一决痴虹 所以我的节目名说得对 就是中美争霸 现在问题是 你美国佬想货币转弱 因为你和中国会开大拖 你开大拖 中国和你斗弱 明不明 以前人民币在你强美元的时代里面 它死定难定都不让你穿漆 但是你一减息 预视着美国在走一个弱势的周期 好像短时间 其实没这回事 你是想美元约 甚至想美元约十年 因为通常约美元周期是十年以上的 上一次 2002年1月开始 约美元周期 即是美元指数去到顶峰的时候 这个约美元周期 限了很长时间 限到2014年10月 中间多少年 是吧 2001到2014 差不多12年多 13年了 即是一个约美元周期可以这么长的 十年 十二三年都有可能 上次是特别长的 约美元周期 你现在的情况是说 现在 美国佬要启动 约美元周期 因为他的 经济 受不了了 为什么受不了呢 其实这个逻辑 是挺适合的 我看这些文章 但不告诉你 看什么文章 你又说我 我看了很多篇文章 你都说 你还听我节目吗 他那篇文章就说 其实2014年 美国经济根本是不行的 即是说 他2008年的金融海啸 他去QE了三轮 其实还未够得回 美国经济呢 未好到可以加息的 但是 联储局 他背后的 是那些华尔街的跨国财团 已经去到一个时间 适合 去收割全世界 去攻打全世界 即是说 美国佬呢 今次加息呢 我觉得可以的解释就是 他 他 这个强美元周期 少过五年 从2014年的10月 去到现在 8月 未够五年 差两个月才够五年 但是 他这样启动了 这四年零十个月 是一事无成 劏得那些 都不够肉食的国家 比如说阿根廷 土耳其 你没有真正弄死他 有中国帮他撑 那现在问题就是 这四年多 你 所谓强美元周期 你拿不到 你吃不到 上那两次 第一次就是 他都说第一次强美元周期 他杀了的那时候是 福克兰战争 1982年的时候 那时候前后那段时间 由79年到85年 中间里面呢 阿根廷就被美国打到流鼻血 突然间就发疯 就想着去抢英国的福克兰岛 抢输了 就是代表着 其实可能阿根廷 原本没有那么差的国家 但是由福克兰战争之后 白延到现在了 三十几年 没有好过 越整越坏的 因为美国佬呢 用金融的方法 抢的那些钱 他完全没有反抗余地 不断抢 按住抢 抢了三十几年 这个就是 但是问题是 你今次第三次强美元周期 那阿根廷这些弱的国家 继续被你抢 就是抢了 不够被美国尿牙了 可以说呢 过去这四年多 美国佬呢 其实用他的强美元 想去抢钱 抢不成事了 抢不到些什么 最重要的目标 当然是中国了 但是中国 其实真的可以说够强大 或者民有多 中国 起码有俄罗斯 在军事上很多东西 撑有北韩 北韩 可能有些人就说 哎 中国怎么会放北韩 弄核弹呢 但是 事实上 你不让他弄 他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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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 既定事实 不如利用他合作 好了 那这个过程里面 和美国的争斗 北韩 他这样 玩一下导弹 搞到美国真的很疼 在中东战争里输了 尤其是最利的战争 这样的形势上 这四年多的强美元周期 可以说遇到一个很强劲的抵挡 所以呢 以前 可以说强美元周期 可以逼死日本 是吧 就是 日本那些 就是 其实 就是 可以说是九十年代初 开始弄他 但是那时候 那个 就是有一个很怪的 有几年时间 就是由 就是由 那个弱美元周期 由九十年初 那几年 他也有自己的起伏 一个很小的起伏 但是那几年 就慢慢弄日本了 就是 美国佬呢 每一次去搞这些 强美元周期 甚至 一些不太算的 就是 那时候 我可以归类那十年 八五年到九六年 都是一个 九五年都是 有十年的弱美元周期 但是中间里面有个起伏 那小小 都弄到日本 弄到九七年 九七年 金融风暴的时候 更加弄 日本也是其中一个弄的对象 但是那十年就是这样弄的 就是 美国佬呢 其实以前去弄人 是真的很方便的嘛 初初弄南美 后来弄日本 或者弄苏联亚解 弄俄罗斯 是吧 其实那里抢了很多钱 令到美国很多危机都延缓了 他靠吸血嘛 但是这四年多 他用尽方法去做吸血僵尸 吸血 吸不到中国 那就他开始呢 反着 开始呢 就去那些的 吸血鬼 吸不到血呢 他那些身体的问题 就爆发了 那如果现在 他吸不到血 他还去强美元 把鬼吗 所以2019年年头呢 他就已经 摆到阵子 不敢加息 到现在 直接减息 就是因为 他那个强美元周期 是彻底失败 吸不到中国血嘛 那四年 那唯有提早 再拖下去 又吸不到中国 其他国家 甚至中国 输血给他 甚至找方法 帮他顶 他都吸不到多少 那唯有提早 减息 美国佬 就是这样 分析就是这样 所以 现在你看到 就是 美国佬 顶不住 吸不到血 那就无谓再强了 不如再用弱美元 用弱美元呢 其实某个程度上 遷就了特朗普 在选举上 但问题是 中国现在跟你玩嘛 你去试探 去攻打人民币 中国不守 约美元的时代 我不需要跟你硬守 穿就穿咯 那你看到你中国不守 大家斗约了 那美国佬害怕 我想约了 我想你中国强 你约 那我才可以 射了债嘛 搞超级通胀 那些钱 看上去 那也不是很大 是不是 如果我通胀了十倍 那现在二十二万亿 也不是很多 是不是 如果用十多二十年的时间 把通胀 炒起它 然后呢 令到看上去 那个国债不是那么厉害 以前可能是 五元美金 吃过饭 地时五十元美金 吃过饭 现在二十二万亿 等下去 不是那么厉害 美国佬想走这一招 但现在中国陪你贬 嘛 那才麻烦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想这个问题就是 美国佬走约美元周期了 很大机会走十年的 甚至更多 十三 甚至十五年也不奇怪 如果今次 会不会一决不浸 不知道 太远了 真的太远了 但是现在大陆 就是你减我又减 你弱我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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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弱 你弱 美国佬如果说真的立刻反面,中国未必承受到美国的攻势 如果在2009年来说,中国 那时候以顺从的方法 你印?我又印了 你印了之后,我又帮你买国债 当年中国救了美国的 但也可以说一句,这个印钱 吸引了很多钱进入中国 中国,可能你看到很多贪污,或者楼市升得很厉害 很多这些问题,很多人不满意 但事实上,中国真的变得有钱 中国有些钱,融入来的时候,可以发展到很多东西 甚至拿了钱来搞高铁 就是2009年之后 这10年而已 其实2008年已经有了 那么这么长的时间 有这么多钱融入中国 中国拿了一堆 去建高铁 建美国家,整个国家升级 如果你没有印那4万亿呢 未必有这个机会 当然有些作者就 有些作者就讨论 但是我自己看那4万亿呢 有时候 在那时候的地缘政治局势 或者是在那时候的 事后呢,我不敢说全是错的 面对美国是世界霸主 不止他自己是世界霸主 他控制了,欧洲也听他说 英国人听他说 日本人听他说 在中国 那时候我觉得没有能力面对整个西方的打压 但是现在呢,在特朗普上台呢 整个西方碎裂 就是特朗普和欧洲有很多矛盾 日本不听特朗普说的 那这个时候 中国和大陆呢 撑到行呢 是很合理的 就是很多人都说呢 就是说 毛泽东呢,如果是刘邦的话 习近平是韩武帝 那呢,呃 胡温呢 或者是啊 呃,邓小平啊 江习民这些呢 就是看文帝看警帝 文警之治 那我觉得呢,这个都是 一个挺好的比喻 合不合当? 我们再看吧,是吧 就是,习近平呢 的确是大开大合的了 和你起得大,人民币国际化 南海,中岛 甚至 他呢,我觉得习近平 有可能呢,统治中国是20年 就是说呢 习近平会做到2033年 因为呢 呃 比较合理的推断 他 最后啊 孙政才是不在的时候 孙政才是一个储君 没有了孙政才呢 那同一部班子呢,他可以做多10年 做20年呢 可能性是挺高的 那以后呢 可能中共的制度就是说 最高领导人呢 是可以选择做20年 但是呢,总理呢 仍然是只可以做10年 因为他最高领导人就不同了 那如果领导人呢 做20年呢 那如果领导人呢 做20年呢,我觉得也不错的 那究竟 大陆 会 现在好像 是跟着美国佬印银子 他又印哦 他约美 美国佬随时开 开启他的QE QE4 那大陆 是怎么做呢 就是我其实 呃 不可以咬死呢 呃 习近平会跟溫家宝的做法 因为我都 不能够百分百把握 只是说那些美国佬呢 他减完息 想自己的美元 约一筹的时候呢 习近平跟他抵住他 你要约 那我穿七咯 但是当 他真的行QE 除了减息之外 下一步行QE的时候 量化宽松的时候 不再缩表了 量化宽松 如果他行量化宽松 习近平会不会跟他呢 温家宝就会跟 所以美元就不会太走样 但阿习可能不跟 因为 就是 在这方面不跟 吹什么 可以的 所以呢 其实我跟与不跟 也有很多可能性 有些人就说 跟 美国印人子呢 中国跟着印呢 那就借咯 中国有很多钱去发展咯 搞很多东西咯 有些人就说 不跟 美国人 美国人就快点死咯 对不对 他这样 他计 他QE死的嘛 又有 人家 大家开始不用他的美元 那他印QE 大陆不跟他Q 那他死快点咯 或者他不敢QE咯 现在可能特朗普和习近平在谈的 就是要 特朗普想逼联串局去QE 就逼习近平去 去跟他QE 就是我猜的 我没有来线 但是习近平不肯 就是香港搞得这么劲 这么劲 又大罢工 七区暴动 又不止七区 又不止走了几十个区 七八至九十个区 四处火头 那问题是 他逼习近平QE 他逼习近平去QE 他逼习近平去QE 没那么差 那这个很重要的嘛 习近平不肯QE 那他怎么连任呢 他开QE就立刻死了 如果只要自己QE 是不是 他自己的美金变废子 喏 以上的说法 是我一厢情的 那我们继续观察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样 喏 这一集呢 中美争霸 是只有一节 因为我的体力 或者是各样东西 我都负荷不了了 那就 是做一集的 就是这么多了 好 拜拜